嗨 大家好 我是Zag 你們知道為什麼講博士演講可以這麼順 這麼棒嗎 因為他有把電腦放在他前面 大家看不到 他可以看這個螢幕一下 所以我們把我的電腦帶給完成 謝謝 好 謝謝 在今天開始之前 我先很快地自我介紹一下 我過去在倫敦求學期間 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個產品 也順利進入量產 接下來回到亞洲 我從事iPhone方面的開發 生產和製造 從iPhone 4、iPhone 4S 到iPhone 5初期的研發和製造 接下來離開了iPhone產業 回到台灣 我跟我的partner 開始做Linking Style這件事情 以下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 一開始我會先介紹一下 Linking Style在做什麼 然後我會舉一些實際的案例 接下來進入最重點 我們如何將社群轉變成一門影響力 甚至一門好生意 最後我會給一個很簡短的結論 Limit Style 我們透過社群的力量 將作品變成產品 在Limit Style我們有很多人來提案 我們收到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這些人有很多想法來解決自己 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他們想做一些產品 但他們可能是設計師 可能是素人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在Limit Style 我們會有社群 我們經營的一群社群 大家很願意發表他們意見 對產品 對使用行徑 對材質 給出很多建議 透過社群的幫忙 這個idea 進入我們的評估階段 評估過後 如果通過量產評估 我們就把它進行量產 接下來 我們會把產品推到通路 開始販賣 那令人開心的是 這個東西 我們每賣出一個產品 我們會提供全力金 給當初的提案者 所以 我們收到很好的idea 我們努力幫他量產 我們賺錢 idea的提案者也賺錢 我覺得這就是雙贏的模式 舉個例子 舉個很實際的例子 沖傘 它是在2009年的時候 一個設計師提出了想法 但是第一 他不知道怎麼量產 他不知道 消費者在意的是什麼 他早上的living style 透過社群 透過 不好意思 透過社群的力量 我們告訴他 消費者喜歡的是什麼 像 中間這條 閃扣 就有建議說 做成紅色的 就像一把蔥一樣 那我們也順利的 把這個產品 推到市面上 在一年內 提案者獲得超過 十萬塊的分潤 我很開心 我希望他賣得很好 因為我相信 我們產品會越多 越多的產品 越來越充足 所以2014到2016年 三倍的成長 但是我現在更希望 他不要出現在負評網上面 拜託 我們先幫你攻擊其他人 謝謝 第二個是最近 比較熱門的案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如果有的話 可能你剛好是我們的TA 被我們Facebook的廣告鎖定了 它是一個肥皂盒 當初設計師有了這個想法 提案者有了這個想法 他覺得自己的肥皂平常放著 底部都軟軟爛爛的 他想把肥皂墊高 他提供了這個想法 來我們這邊提案 透過社群的幫忙 為什麼說社群的幫忙 有人提供材質 他們認為PP的材質 在浴室比較不會發霉 有人認為水藍色 在浴室看起來比較清爽 透過集合這些想法 那透過當然我們自己 專業的評估之後 開放社群投票 讓大家決定 他們希望水皂盒長什麼樣子 什麼顏色 甚至連價錢 都是社群大家一起決定出來的 我們不會說一個肥皂盒 我做出來我要賣150 市場不一定會接受 所以我們讓大家選 從5塊錢到100塊 你們願意花多少錢嗎 那最後 那我們得到一個很棒的數字 依照這個數字來賣 我們在兩個半月期間內賣超過5萬個 5萬聽起來沒什麼 但是如果用分鐘去算 每兩分鐘就賣出一個 那這件事是我們短期內很開心的事情 更開心的是我們幫提案者 在這三個月內 創造12萬的利潤 我很希望這個產品 真的不要出現在負評 雖然現在5萬多張 還是要退貨 我們現在幫你攻擊別的肥皂 好 謝謝 第三個真實的案例 是一個漱口碑 那 他當初提出他的idea 就是漱口碑 他希望能夠倒立 讓裡面的水可以滴出來 他希望長得漂漂亮亮了 當然漱口碑一開始就長這樣子 但是因為有了肥皂盒 有了我們的社群 我們把它Push成同一個產品線的東西 集中在一起賣 在兩個月內 我們為提案者創造7萬塊的分潤 當然我們也為自己平台帶來不錯的收穫 最後大家希望 最希望的是什麼嗎 是 拜託 透過社群的力量 我們可以把作品變成商品來販賣 作品跟商品中間有一段非常非常大的鴻溝 想像一下如果今天 你有這個肥皂盒的想法 要怎麼找廠商 誰願意幫你做 模具怎麼開 這些都是很多有想法的人 遇到了困難 那我不想要帶給大家負面能量 但是我 就我自己在產業界的觀察 很多設計師 有很棒的想法 他說好就做下去 我相信這個東西一定會大賣 找到工廠 可能用很高的價錢把我去做出來 量產的時候沒有一些經驗 導致這個idea要需要更高的價格賣出 它才會是獲利 大家聽一聽有沒有想到什麼產業 告訴大家這就是文創產業 大家設計師們單打獨鬥 設計師們想要做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 我都覺得我很支持這些東西 但是在做這個之前 他們沒有好好研究過市場的機制 今天設計 今天在做一個再怎麼好 再怎麼棒的產品 我相信連大通路像台龍 像IKEA這些大通路 他想要上去賣 我相信他們連採購的面都見不到 就算採購超想買這個 他不會因為一個品項找一個人簽 因為他會說你去找我代理商吧 那是不是又被扒了一成品 而且通常代理商也是很難搞定的一個對象 Anyway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透過社群力量 我們可以幫大家把想法 把作品變成商品 大家可以看到這就是剛才社群那張圖 一個人在前面後面有一個社群 又整個社群supporting 為什麼我們需要社群 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單打不鬥的時代 小個人或小團體的力量 永遠跟不上剛才 愛拼網創辦人講的快 對不對 快速 哦 副拼網 Sorry 我太希望我的產品 大家知道了 好 因為我們相信樹葉有專攻 說真的我今天很會量產產品 我很會設計東西 但是我不會的是文字 可能我們團隊裡缺乏行銷經驗 缺乏財質運用的人才 可能我們需要的是市場真正的feedback 所以我相信樹葉有專攻 我們把這個部分全部外包給我們的社群 一個產品做出來了 由我們社群 由我們support我們的人來決定 他應該叫什麼名字 當然不會有一個人決定 可能有五百七百個人提案 我們選出十個受歡迎的再去進行挑選 材質的運用 像剛才肥皂頭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有人提供我們這個建議 說PP你可以做抗菌處理 放在廚房裡 Sorry 放在浴室裡是一個很棒的材質 我們採納了 那相信市場也給我們正面回饋 行銷 我覺得行銷真的是一門超困難的學問 我過去做iPhone 我覺得我們產品做得很好 我覺得量產的技術很好 但是我看到賈博士在簡報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說我們做得多辛苦 但是他用的就是很棒的行銷術語 讓大家看了就想賣 我覺得賈博士就是很會行銷的人 那他是不是一個很會寫文字的人 我想不一定是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社群的力量 讓我們把作品一路Push到商品 在ZB Style 我們提供產品的細節 我們觀察社群的反應 藉著這些反應我們來決定產品的定位 那就像剛剛一樣舉實例 我最喜歡用實際的例子 這是一個收納欄 一開始提案者來這邊提案的時候 他把它做成三角形 那他的理由就是放在牆角的佔空間 我覺得哇這個idea太棒了 真不知道我的社群怎麼想 接下來提案者又說 他可以讓大家把髒衣服 髒襪子 當洗衣欄的時候 你可以一個丟左邊一個丟右邊 大家有沒有洗衣服 你們在分類的習慣 深色淺色 襪子 貼身衣物分開放 那他們有 提案者有這些東西 那我就說這些都很棒 但是我們看看我們社群怎麼想 這邊就是我們問了很多問題 我們用了很多圖片來找出這些答案 那有將近68%的使用者 我們社群有68%的人認為 不是認為 sorry 他們洗衣服就是會分類 那我們認為分類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所以在設計洗衣欄的時候 我們就想 那為什麼不做個正方形 直接中間做一個隔板就可以分類了 那我們參考第二個問題 社群給我們的feedback 他們認為三角形善用空間的資源 有67%的人認為這很重要 就算認為這不重要的人 他也支持分類這個idea 所以我們更確信 第一 我們接下來要設計的洗衣欄是三角形 是兩個可以組合起來 體而可以就走兩個組合成 另外一個方向就可以放在角落 不佔空間又可以分類 這些都是我從我們社群上學到的東西 這個是一開始提案者給我們的idea 他來說利用空間會變身的洗衣欄 我覺得這聽起來不錯 我可能會買可能不會買 但是我會不會買不重要 我想什麼不重要 我的社群我的消費者想的是什麼才重要 於是我們就開放命名 開放給文字懂行銷的人 他們給我們一個很棒的來點 分類洗衣欄 分類不會累 牆角不再次使腳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 所以我拿這個當例子 不過現在還在投票中 目前有四個在讓我們的行銷 或消費者 或可能在場的各位 今天回去可以幫我投個票 讓我知道什麼是真正能打動你們心的術語 因為打動你們的心 我相信就可以打動大多數消費者的心 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會把它拿來 把盒子上放在我們的DM上的文字 把所有東西都外包出去 這是一般產品開發公司的流程 他們平均花18個月才可以採出一件新的作品 那18個月這數字不是亂拍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以英國一個很棒的廚房用品品品牌 Joseph Joseph 他們總監就說過他們平均開發一個產品要12到16個月 所以他們已經算大品牌 有足夠的資源 有足夠的資源 12到16個 ZBinStyle 我們在2013年 我們平均開發一件產品 只要有了我們的社群支持 大家的意見回饋 大家的建議 2013年平均一個產品需要四個月 2014年現在剛開始 平均只要三個月 我們已經做了束口杯跟肥皂盒兩個產品 2015年 2015年我們希望每個月開發一件新產品 當然也是透過我們社群 我們要把社群力量更發揮到極致 比如說一天我們就要有100個提案 100個名字的提案 一天我們就需要有30到50個菜籍的建議 透過這些流程 2015年我們目標是一個月產出一件新產品 2016年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一般產品開發公司可以說短到16個月 那我希望我們一個月可以產出兩個產品 透過社群的力量 我要說的是 我們不只利用社群 我們創造這個社群來 support 我們 如果大家有什麼 idea 來這邊提案 把你的提案 把你的點子給大家 review 我們把社群帶給你 就像負評網一樣 它把社群的力量帶給大家 讓你們的存者不會中風 那我們希望把社群的力量帶給你 讓你知道大家是怎麼想一個產品 大家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說的這階梯式肥皂盒 在2013年年底我們12月底開始銷售 一直到現在我們賣出超過5萬個 那這個東西我相信未來5年10年內還是會繼續賣 那隨著產品線充足 隨著通路商經銷商的擴展 到2020年 除了為我們帶來很棒的效益 我們可以為我們的提案者 為我們的社群帶來更大的效益 那今天我的結論就是這樣一句話 一輩子有一間公司在幫你賺錢 總不會是一件壞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貶子 你們需要社群的幫忙 我們把社群帶給你 你需要做你想要解決生活的問題的東西 可以來PVStyle 我們有一個社群在support你的idea 謝謝 謝謝